与7月炎热的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SUV细分领具的一片含义与萧桥。 据成联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,7月份我国城用车零售销量,仅有156.7万辆,整体环比跌7.1%,同比跌5.5%。 其中,约本高歌猛进的SUV市场再次出现同比,环比双价6.9%,同比下滑程度甚至一度高于轿车领域。 值得注意的是,今年6月,SUV车型市场销量分速首次被轿车超越,要知道,上一次还发生在2012年。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,7月,多款主力SUV车型,纷纷遭遇同比下挫,就效2010名中,除了今年3月11月刚刚上市,的新车宝圈530之外,半数明星车型,包括哈佛H6,川奇GS4,宝圈560,熊威RX5,以及吉利博越也未能幸免,迎来了罕见的两位数大幅下滑。 具体来看,虽然哈佛H6成功未免,但7月仅售出2.6万辆,相比于去年同期的3.73万辆,同比下跌了三成不值。 更不用急神车曾在去年年底巅峰时刻达到约销量突破8万辆的成绩。 不仅如此,哈佛H6与第二名的图观只相差了不到500辆,告别了曾经一起绝成的道比分领先态势。 这也成为了本月SUV市场最大的爆点。 从增幅来看,本月图观销量达到2.56万辆,相比于比6月整整提高了1万辆,同时也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万辆。 按照这样的增势,可以预见,哈佛H6的头把交易已经岌岌可危。 除了哈佛H6之外,传奇GS4,宝剧510和荣ARX5也纷纷遭遇不同程度下滑。 其中,宝剧510已经从去年同期的第二名滑至第五名,7月售出1.7万辆,同比去年的3.3万辆下滑了接近一半。 作为直追哈佛H6的黑马,宝剧510层一度将哈佛H6以下巡弹,月销量动辄破四万。 但进入今年之后,宝剧510每月仅于2万辆左右的销量,几乎遭到腰斩。 不少店内人士认为,宝剧510的下滑与新车宝剧530的同门竞争相关。 在今年3月上市后,宝剧530迅速上位,7月销量已经达到1.4万辆,位列国内SUV销量第八名,这款相比于510公斤更大。 而价格同样低廉的紧凑SUV,显然已经对同门兄弟形成为压力。 此外,7月排名第四和第七的传奇GS4和荣威RX5也分别同比下滑了27.65%,和下滑17.13%,尤其是网红吉利博越也跌破了越销2万辆大关,同比下挫11.42%。 不过,7月,作为吉利旗下高端的性品牌,领克的两款SUV、领克01和02整体销量飘红。 鱼盖越破万,拿下了1.23万辆的好成绩。 从SUV前10名中可以发现,虽然自主品牌车型仍旧占据气息的绝对比重,但其中5款车型遭遇大幅下滑。 相比之下,三款核子品牌SUV、图观、昂科威以及RAV四则稳重有声,同比均有两位数增幅。 这或许从侧面表现出,主打大空间低价格的自主紧凑SUV市场正趋于宝盒。 随着消费升级趋势的加剧,市场已经对SUV提出了更高,更全面的需求。 而总观整个SUV排行榜,还有一些车企主力车型销滑油为突出。 熟日产齐倦,从今年6月排名第4的1.90万辆暴跌出本月的前时,只有8868辆,下降了53.3%。 此外,还包括曾经月销2万多的长安SUV三剑客,长安CS35,长安CS55以及长安CS75。 如今销量却不过万,分别手出8622辆,7732辆和6489辆。 集体跌出SUV排行前20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凭 verder